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统治者的鼓励之下 这种理念到达了巅峰 很多小村落都自发的组织纠察队 如果村中出现馆妇了 她在丈夫死后又跟其他人纠缠不清的话 就会被亲如龙 当然 如果有那些忠贞不二的馆妇 官妇会发给她一块真结牌法 这在当时可是最高荣耀 研究过青石稿的朋友都知道 在这期中是专门有四卷来记载清朝的那些忠贞烈女的 一般来说都是丈夫因为一些原因死了 留下女人孤零零的活在这个世上 青石稿中记载的最小的寡妇仅有15岁 守寡时间却长达101年 大好年华 这些寡妇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呢 《猎女传》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女子名为一段是 她17岁的时候 丈夫便出了意外死了 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 你想要改嫁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无奈之下 她只能守着自己的儿子度过残生 不过幸运的是 她的儿子十分争气 当上了清朝大官 按照道理说 儿子成了大官 段氏也不需要每天辛苦劳作了 但让人奇怪的是 段氏成了太夫人之后 仍然和往日一样 自己的所有事情从来不让奴婢插手 都是自己干 大家都很奇怪 询问段氏原因 她也不肯说 最后只能不再询问了 一直到段氏临死之前 才说出了原因 其实很简单 最为一名寡妇 段氏纵然可以在精神上保持真解 但空下来了不免想东想西 为了能让自己在晚上安然入睡 段氏只能通过不停地干活 让自己感到劳累 这才没有精神再去想其他东西 甚至到了晚上 段氏还会拿来一吊铜钱 将他们撒在房子里 然后自己一眉一眉的去捡回来 这样反复很多次 自己也就因为精疲力尽睡着了 最终 首寡79年的段氏去世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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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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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bt取 momento的 Ты case什么 yangables朋友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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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创伤 李宗盛 李宗盛 微信哥宝一 这是魄 Myers地宫要 Π 感谢观看